他现在没福报了 他连跟你女儿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 他可能开始有点忧郁症 好像要丢失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他的雨伞 靠在最尊贵的佛塔处 损了他的福报 所以各位了解这样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要 这么尊敬地供养三宝 鼎礼问讯供养 师父跟父母一样 今天如果你讲话 违背你妈妈一句话 福报就没有了 你会发觉你最近很倒霉 所以因为父母是 世间第一福田 第一福田就是爸爸妈妈 三宝是初世间第一福田 首先你一定要 孝顺的父母祖先 进一步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以后最高的福田是什么 就是做三宝在做的事 慈悲众生 我们念佛 佛念众生 所以你能够慈悲众生 就是对三宝最大的供养 但是你慈悲众生 绝对不会忘了供养三宝 所以站在我们菩萨界 每天都要供养三宝 你一天超过二十四小时 忘了供养三宝 就犯亲戒 忘了菩萨亲戒 所以一开始各位进到佛堂 有佛像的地方 合掌 供养三宝 所以那供养三宝 最好的供养 叫石供养 我前面有一件袈裟 这是我的宝贝 这一支特别带来 第十六是大宝法王的袈裟 希望我们这几天的法会 都能够得到历代 噶马巴的加持 所以这样来做供养 当然有机会 大家放在头顶 加持加持 好不好 所以不可思议 信心最重要了 所以我祈求过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的袈裟 他说我给你十六是的 力量大一点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经常很重要的 我都会带着 都会带着 然后愿今天的法会 也要供养历代 也愿我们 加持我们法会 乃至所要回向着众生 希望大家 每天都要做供养 哪怕一直像一杯水 一盏灯 一朵花 那我们尽量做吧 甚至你永远把石供养 摆在你的佛前 这样来观想 那除了供养这些真实的物品 还有一种供养 功德很大 叫观想供养 观想 你坐船来的时候 大海 我们的金门空气好好 阳光好灿烂 天上的云 好美 这些你都要观想 供养诸佛菩萨 各位听到某一种音乐 特别好听 好听的音乐 很美的景色 都要拿来供养 这个叫观想供养 那这个观想供养的力量 有时候超过真实物的供养 为什么 心灵的力量 所以各位有时候 你在做真实的供养的时候 香 那你那个时候 还要加一个观想供养 这香 是全世界最好的 檀香 成香 供养诸佛菩萨 诸佛欢喜 加持这个香 三恶到众生 各个离苦 离开饥渴 一朵 一只香 一个灯 你都 做这样子的观想 这样 最圆满 当然 除了供养三宝 护法诸天 希望利用到众生 特别鬼到 畜生到 地狱到众生 都得到功德 各位看到前面这么多食物 包括各位刚刚那杯水米 我们每次供养 叫士宾客 再讲 三宝 再来 护法 再来众生 再来冤金 再做祖先 都得到了 上供 下施 所以四胜六凡 都不离开你 这个叫空性 空性人 懂得拜佛 更懂得慈悲 你懂得拜佛 也懂得所有众生 包括神都可以成佛 所以你跟万事万物 都要供养他们 各位也学习一个习惯 反正我们学佛了 就是要对别人好 对世界好 一只蚊子飞过来 阿弥陀佛 你要对他好 你要一直学习 反正友情众生 就是我要对他好 我要关心众生 要开始一直这样练习 练习到你这个人变成 慈悲和蔼可亲 你的脸每个人都喜欢看 因为佛菩萨 就是因为大慈大悲 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看佛的脸 看观音菩萨的脸 因为他们时时刻刻 要去关心众生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 修行就是在练习这个 练习这个 练习看到众生很亲切 很慈祥 我们只想要对他好 不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不想占有他什么 所以只想奉献什么 所以这样来练习 所以以后各位看到花 花好你好美哦 好庄严哦 阿弥陀佛 看到灯 哎呀功德五亮 大家开智慧 万事万物开始练习 我们典箱也是这样 这个箱拿起来 供养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 帮助六道轮回众生 一杯水也一样 所以任何时刻 你在念佛 我要令佛欢喜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很高兴 我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也很高兴 我念阿弥陀佛 所有修行者 智慧的人都很高兴 然后我念阿弥陀佛 希望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鬼道 第一道 畜生道 所有的众生都听到我的佛号 特别是我的祖先胎儿 阿弥陀佛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 都以法界合为体 跟众生合为体 时时刻刻想了这个 那什么叫执着 我没有想到别人 我只想到我老公 我只想到我的财产 我只想到我儿子 这个叫我执 所以佛教的理论 各位都知道 自私我执 是生命痛苦的根源 无私的慈悲心 才是快乐的祝缘 所以你要 转自私为慈悲 转烦恼为菩提 那你要 真实地去做 真实地去做 所以你想别人好 你自己会更好 别人会说你笨 眼前好像笨 以后不可思议 所以要升起这个想法 特别所有众生都喜欢吃 有食物他才活得下去 所以用食物供养诸佛菩萨 令诸佛欢喜 诸佛加持 下施众生 所以这样来观想 来 十八页下面 辨识真言 一念以后 这个食物就化为甘露 曾经有人跟我说 师傅 那个鬼要不要吃鸡肉 我阿公很喜欢吃猪肉 那我要不要观想猪肉 给他吃 各位 甘露比猪肉鸡肉 百千万倍的美味 天上的神 他们都吃甘露了 你给他猪肉 他会气得半死 所以甘露超越一切 所以要观想变为甘露 而且甘露以后 孤魂野鬼都可以吃 孤魂野鬼你给他 世间的水跟食物 他吃不下去 给他水会变成硫酸 食物会变成火炭 会烧死他 所以吃不下 但是你念变食咒 可以把食物变成甘露 太慈悲了 各位看我前面 有一个小房子 慈不慈悲 你如何对待佛的 佛就教我 你要这样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众生 这个叫佛教 你千万不能说 我给佛大房子住 但是我对待别人 别人不好 那就不是学佛 佛要我们把所有众生 都当作佛来供养 来对他好 他就可以成佛 就这么简单 你一直骂对方 一直批评对方 他不会成佛的 记住 佛教的教育 是慈悲的教育 感化的教育 智慧的教育 不是那种压迫 批评的教育 所以以后 各位可以去 拿这种小房子 自己做 这座放在树下 里面给他放一个 什么灯都可以 白一点水跟米 哎呀 愿你们有房子住 你要观想 嗡啊嗡嗡啊嗡 变成个个都像 大雄宝殿一样 他们都有食物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一直是如此 如果各位你到 你到早期移民 特别我们福建 广东移民到海外的 他们在房子外面 都会摆个小房子 每天就放着食物 高的房子给天神 低的房子给地基组 小小的 放在外面 每天都点灯 饭菜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所以我这一次到 福建会安 做了好几百个 差不多六十公分 六十公分这样 房子 准备到处推广 上面写个慈悲殿 或是写个慈悲诗诗 里面写个欺负路来 后面贴着 我希望各位多做一些 我做一个才 一个五百块人民币 做一做以后 各位就可以放在工厂外面 大树下 河边 我看没有人会去偷这个吧 因为大家蛮尊重的 因为知道 这个是给鬼神 给孤魂野鬼 人家也会尊重 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 都有这样做 马来西亚特别多 泰国人是家家户户都做 家家户户都会这样 布施食物 这个布施食物 培养慈悲 除了给这些孤魂野鬼 那些鸟也会来吃 对不对 那些蚂蚁流浪动物也来吃 太慈悲了 因为你要吃饭 你要想着 他们也要吃饭 除了在家里供供佛 供养神 再来就是如何慈悲 所以我们做好事 这个身体要做好事 那什么是好事 帮助种 河里面有鱼啊 各位经过河里面 撒撒一些食物 特别小鱼 它们跑出来 又被怕大鱼吃 但是没食物又不行 你撒什么面包 它们抢啊 那些鸟 所以布施食物的人 身体有力 气色好 人员好 声音好听 长寿 生命快乐 马上又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看不见的众生 佛教 超度祖先的方法 不是直接拿食物给祖先吃 佛教超度祖先的方法是 我用这个食物 替祖先去拜佛 供养出家人 让他有福报 再来 或是拿这个食物 直接帮助贫穷人 或是放蒙山 放宴口 不是给孤魂野鬼 然后再把功德给他 这是佛教的方法 除非他真的自己 他有福报 他刚好跟着你 也来现场 他也可以吃到 因为你替他写牌位了 他就可以吃到 但是我们是把 把所有的 拿来上贡 下食 功德回向给他 就像有人用你的名字 布施五千块 去做好事 用你的名字 你会很高兴 心情会很好 也真实得到那个功德 但是可大可小 因为你家住在楼上 那你怎么可能 摆个大房子 那各位就去文具店 他们都有卖这个 或是你自己做也可以 我在新加坡 有很多居士很厉害的 新加坡因为他们 很拥挤的 没有空地的 大家都住在楼上 他用木头盯一个 里面给他贴小小的佛像 水米 看起来好温馨 众生就是这样 你有这个意念 观想 他就得到了 你把这个房子 你住在二十楼 放在二十楼 窗户外面 嗡啊哄嗡啊哄 他们就好像得到房子了 房子里面有 有 有灯 然后你又要 做一两件小小的衣服 摆了简单的食物 嗡啊哄嗡啊哄 哎呀 他们都得到了 所以 每天你就修这个悲心 如果你那个悲心 越来越强 你的观想力量就很强 你念嗡啊哄 到非洲的众生都吃得到 各位你相信吗 观世音菩萨 念嗡啊哄的时候 他手上跟脚 流出了干露 可以骗到地狱 鬼道 一直一直骗 为什么 悲心 只是 他不断地超度 问题是众生不断地照夜 这样而已 虽然他超度不完 所以 他叫永恒的慈悲 所以 当然你就一直慈悲 你发现你的 观想的力量 就越来越大 像各位这一次 我们有很多 我们大陆来了 台湾来了 这一次来到金门 但是我希望各位 从今以后 金门是你的慈悲道场 你只要做功德 你只要点香 你只要做事实放生 都要想到金门 那你一观想到金门 比电脑连线还厉害 那个力量就到这边来了 非常重要 所以我的师父要求我 跑遍世界每一个地方 甚至观想的时候 要坐在地狱 鬼道 所以各位要看经典 地狱是什么形象 你要知道 正法念出经 写得很清楚 各种的鬼道 三十六部鬼 他们的居住的地方 他们的形象 他们的痛苦是什么 你都知道 因为经典 叫你写得很清楚 然后你才会 正法念出经 就把六道 包括天界 二十八成天 每一成天 寿命多少 外表多少 将它如何 写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 因为叫你看清楚了以后 这个地方不好玩 天道只是暂时的 人道也是如此 你才会完全地 保持正念 叫正法念出 你就不会去执着 这些东西 但是你知道以后 你要对这些六道的 所有各种 不一样的众生 都起悲心 所以正法念出 真这么厚一本 你光读 要读个两三天 但是我们修行 要拿来读手 观想 知道各种众生的痛苦 本质是什么 对他生起悲心 就像你养过小孩子 你养过狗 你就知道狗的习性 所以你在观想狗的时候 你就特别有力量 你曾经爱过 感受过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去接触 要去接触 所以很多人 昨天讲过 烧金子 到底要不要烧 很多佛教徒说 不要烧金子 我不敢这样讲 因为我跟他讲说 你不知道那个鬼要 他们觉得他们很穷 但是不用执着烧很多 不是烧多的问题 是你心态的问题 你有没有悲心 当你烧一叠金子的时候 嗡啊哄 甚至你不会念嗡啊哄 愿金门 愿厦门 愿北京 愿莫斯科 这些无福报 无钱的众生 都得到金子的金跟银 跟这个子的香味 所以金子要用 古时候是用那些香料 木材把它弄起来 跟我们在烧香一样的意思 跟我们在做烟贡一样的意思 得到这个香味 得到这个金银财宝 金银财宝代表钱 香味代表食物 烧一点 但是嗡啊哄 这是一种慈悲 这样观想 所以各位以后 希望你跑遍每一个地方 你要发愿做菩萨 开始 至少我们中国 整个范围 你都给它跑遍了 跑完以后 东南亚 东南亚 跑完以后 纽西兰 澳洲 再来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印度 你要一起跑 看地图也好 但是能够 你能够 就像各位今天来到金门 你才会对金门有感受 如果你没有来金门 人家跟你讲金门金门 又如何啊 那只是一个概念 而不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但是学佛最重要是一个真实的感受 你爱过 你接触过 你了解它 所以你知道它需要什么 你知道它需要什么 所以你观想的时候 比如说各位在观想金门的时候 你要观想什么 金门跟我们深圳台北一样 房子好多啊 车子好多啊 大家好富贵啊 嗡啊好嗡啊好 要给这些无情众生 还这边的人类将来都享受啊 快乐啊 嗡啊好嗡啊好 所以愿他们个个都跟我们一样啊 吃素啊 念佛啊 做好事啊 人跟动物 人跟世界都不会破坏啊 大家种环保啊 你要这样观想 但是因为你来过了 你接触过了 你就有感受 就像各位 你们爱人之间 要讲讲电话 要牵牵手 做妈妈的 要抱抱儿子 你会有感受 有这个感受以后 你希望对方很好 天气冷了 你会打电话回家 儿子啊 有没有穿多一点衣服啊 记得穿袜子啊 晚上棉被盖多一点啊 因为你了解 所以各位你了解以后 你在念嗡啊哄的时候 你会观想 像这两天晚上有一点凉 所以等一下你在嗡啊哄的时候 棉被很厚啊 围巾啊 或很温暖的衣服啊 毛衣啊 嗡啊哄 他们就得到 但是重点你的悲心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想我们做修行的时候 当然我们华人 反正给鬼道就是烧金子银子 就是一个表法 但是这只是一个象征 但是重点是在你做观想 有箱啊 有灯啊 有衣服啊 所以各位你随便拿着一张金子都可以 你把它折成一个衣服的样子 折成鞋子的样子 嗡啊哄嗡啊哄 扫给你啊 你们都有衣服啊 有鞋子 折成船的样子 你们都有船啊 因为古时候 古时候淹死的人 都是因为船难死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做大超度 还要做一艘船 特别水陆法会的时候 做一艘船 船上面给它上银宝 衣服食物 烧掉布施给他们 所以你拿到金子 你也要这样折 折一个船 折一个飞机 折一个房子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你烧给它 就是一种布施 它会觉得说 哦你给我了 给我了 所以我得到了 所以 但是对我们来讲 是羞耻卑心 因为身为一个佛教徒 你不能说佛经才是佛法 错了 帮助众生的所有方法 都是佛法 它要药 它要房子 它要衣服 它要快乐 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 是羞耻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